好那继续往往看这个5.2部分 这个就更简单了啊 这是流量监管和整形 流量监管和整形 那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要求 那么要求呢将Switch2的G0-0-2的入方向流量限速为20兆 那这个呢是基于接口的所有的流量的一个限速是20兆 BPS 好那么在G0-0-4出接口方向做流量整形 限制带宽为18兆BPS 好那这个呢全部都是基于接口的 一个是入方向一个复方向 好那么呢就是这个 说白了其实就是用的这个整形 整形好就做一个流量的限速啊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怎么配置呢 我们在Switch2上面 好那这个呢我们是要进入到这个接口模式下边 好那么这里面呢直接敲一个QSLR 好那这个LR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啥意思啊是做一个这个限速 对吧限速的一个Future 好那么LR 好这个接口呢是进入硬方向的时候要做限速 那么要给它一个CR的一个速率 那这个速率呢我们看它本身就是KBPS 对吧但是呢这是20兆 20兆的话是20123 这样的话才变成兆对不对 好回车就可以了 好敲完以后呢我们看Display 这次看一下它会自动产生一个CBS 这个是我们不用管的 不用管的 好那这是这个0-0-2口 那么接下来呢是G0-0-4口 还是QSLR 对吧然后Alt-Bound 后面呢我们看CR 这个要求呢是限速18兆 又是BPS 是18123 好回车 好DisplaySys 我们看它也会自动产生一个CBS 好那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做完了 这个非常简单 就做一个QSLR 做一个硬方向和一个出方向的一个速率的一个限速 那么这个我们除了检查命令啊 你可以去检查这个Display这个信息啊 你比如说我们刚才做了0-0-2的入方向对吧 那么DisplayQSLR 然后Inbomb的 好Interface G0-0-2 然后在这里面能看到对吧 这个是多少 然后CBS是多少 那么我会觉得和这个去检查和检查配置基本没有什么区别啊 DisplayQSLR 然后Outbound Interface G0-0-4 对吧都能看到啊 没有什么区别啊 好那这样我们就把这个5.2部分讲完了 非常简单的 简单的一个小东西啊